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院長 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你可以去查看 全台灣所有的食品科系沒有開食品安全的課程 那蔣秉煌他自己是台大食品科技研究所的教授 台大的食品科技跟不論是大學部研究所都沒有開食品安全的課程 所以我真的不太相信 他第一 他不是食品安全的專家 第二呢 我也不相信他重視食品安全 然後院長來 我給你看阿基斯怎麼講 阿基斯早就說過了 他說在這一連串的收水油風暴中 真正的罪魁獲首是學食品加工的博士專家 因為這些收水油誰會調 只有食品科技專家會調 他是食品加工的專家 他絕對不是食品安全的專家 委員是否容我講一兩句話 食品科具是一種科技上面的工具 委員不讓我講話 那就只是要污蔑蔣委員 蔣政委 不是 我只是提供我這邊 你可以去查 但是你並不想聽我的說法 院長 因為我的時間 不然把那個院長時間扣掉好不好 因為他振用了我的時間 我下面還有其他 那我就尊重委員繼續發表你的意見 那個質詢時間是雙方共用的 好 那我沒有辦法讓你回答 委員的目的就是不讓我回答 因為這些話 想辦法去污蔑我們的政務官 實官法的審查 我已經這個談了無數次了 那我們這個海洋事務委員會下面 如果可以成立海洋保育署的話 那事實上在國際上 對我們執政黨對國家都是加分的 所以不知道那個院長 你的看法如何 委員剛剛說你時間很寶貴 不希望我講話 所以我現在不確定 你是不是要我好好的回答海洋保護署的問題 如果是的話 我願意告訴委員 我的意思是說 剛剛史安的問題 我知道你要回答什麼 但是這個問題我請你回答 這個問題委員不知道我要回答什麼嗎 如果委員不知道我要回答什麼 我願意回答 院長你在跟我賭氣嗎 我這麼誠意 我做一個在野黨 我希望為台灣加分 為我們的政府加分 要成立 我們再延長一分鐘 談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